我爸爸跟他弟弟叔叔两个人 去那边坐上车 然后去哪里我们不知道 现在看到这个我就想回来 一定是这样 一去就没有回头 警报响这间那种声音很可怕的 大家就从各方面都逃到楼下去 去躲起来 我学习这日本军船的歌 在日本军船上 战争到现在好像八十年了 这个痛苦不能够减的 我是沈树菲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我七岁 现在我是八十七岁 我的名字是Peter Lu Kuan Wing 我生在新加坡 当日本人来到 我大概11岁 现在我是91岁 我爸爸一直跟我们讲日本就要炸到新加坡了 我们很危险 我父亲移动了整个家庭和整个家庭 到新加坡的城市 叫做Pula Dama 我记得有一天 我们能看到船船飞在线上 向南岁 我能看到日本人准备一些爆炸 那些爆炸都会强烈 新加坡沦陷第三天 白天好几个日本兵手拿着刀跟枪 一间一间去敲门 敲门的所有的人通通赶出来 没有人不敢出来 你不敢出来给他看到就马上刺死你了 集中一天跟一夜 各天早上 妇女跟小孩子通通回家 男人通通留住 爸爸就留在那边 我们就一直心里 他看我们 我们看他 很苦 要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是说他们讲是什么 日本讲是要登记 登记什么 我们就回家 回家从此 没有看到爸爸回来 这妈妈赶上过渡 十个月就死 死的时候眼睛张大大 也放下三个孤儿 我们本来一家是很幸福的 三天之后我们就家破人亡 当我在学校 我们被拖着 我们被拖着 首歌的首歌 KBGAYO 然后他们叫Banzai 当时我们是年轻人 我们就拖着我们 我们就拖着我们 我们拖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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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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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来 我们新加坡 没有食物 家里没有东西吃 米 也是一点点而已 不够 吃饭 莫熟 然后我们就看到 邻居有一间 卖米的 苦力送米来的时候 一包一包 这样拿 米就丢在地上 勾勾也丢在地上 我们 那些小孩姐很聪明 就可以赶快 拿那个奔斗烧 连啥连什么 在地上烧 我最印象是看到那些 受烂者的遗物 这些遗物就是很多 一看到就感觉 这些人死得很冤枉 我今天很痛苦 我看到那个检证的场面 里面有我爸爸的摄影 我爸爸也是这种情况 被抓去杀的 我80年后再来痛心 以前我们是猜想而已 当我想到第二次战争 第一次战争 第一次战争 是感谢 我们担心 我们的生命 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 就是长 我想跟我的孙女 跟我的真孙 讲以前那个战争的历史 我的痛苦 不止我 全新加坡很多人受害 以后要认真的爱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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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